饭店里面的西红柿炒鸡蛋的家常做法 做出来的西红柿炒蛋鲜香入味 而且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 又非常的开胃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跟这位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 想要西红柿炒鸡蛋好吃 首先我们选西红柿的时候非常的重要 首先准备两个丈母娘送来的西红柿 西红柿我们准备这种红皮的 这种西红柿摸起来也比较软 这种西红柿比较容易起砂 西红柿一定要选择这种红皮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西红柿的地 如果是绿色的就非常的新鲜 如果你家烧不起开水的话 我们就准备一根筷子 筷子最好是选这种尖头的 把筷子擦到西红柿里面 不用擦的太深 像我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煤气打开 开成大火 再把西红柿放到火上慢慢的烤 烤个几秒钟左右 西红柿的皮就会皱起来 大概烤到十秒钟左右 我们就会听到啪的一声 这个时候西红柿的皮就自动裂开了 我们这样给西红柿去皮非常的方便 比用开水烫的要方便太多了 用火烤出来的西红柿 一会儿它炒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好炒 把我们的西红柿给它烤成像我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烤好的西红柿给它放到案板上 然后我们再用手把西红柿的皮慢慢给它扯下来 大家看一下我们用火烤过的西红柿 特别的容易去皮 而且去过的皮又特别的干净 现在我们把去好皮的西红柿切成两半 接下来我们把西红柿的地给它切掉 这个地的阻值特别的硬不好吃 最后我们把西红柿切成大一点的小块 西红柿的块尽量不要切得太大 稍微小一点点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喜欢吃西红柿的话 也可以给它切大一些 全部切好之后倒入大碗里面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再准备三颗正正的母鸡蛋 我们再把母鸡蛋一个一个的打入碗中 再加入一点点食用盐入个底味 再倒入少量的白醋能够去腥 我们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 一定要搅得均匀一些 在搅的时候用筷子给它调几下 这样会搅得会更均匀一些 搅均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 先把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先倒入碗中备用 我们葱叶也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我们尽量切小一些 全部切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大蒜硬刀将它压碎 硬刀拍过的大蒜更容易出味 拍过以后我们直接把它剁成蒜末 全部切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放入适应油 我们用油把锅滑动一下 滑好以后把锅里面的油倒出来 然后再倒入菜籽油 油热以后把我们的鸡蛋液慢慢的给它倒入锅中 我们倒鸡蛋液的时候是圆着锅边慢慢的倒 鸡蛋液全部倒入锅中以后 我们再用勺子轻轻的给它剃动均匀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也特别的松散 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 一直把我们的鸡蛋液给它炒至定型 炒至完全凝固以后 然后再把鸡蛋液盛出来放进碗中 先放一盘备用 炒鸡蛋的锅不要洗 放入菜籽油 再把葱花倒进锅中 蒜末也加进来 我们再开小火翻炒均匀 把蒜末还有葱花给它炒香 炒出料头中的香味以后 再把芳茄也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再开蒸火给它炒至均匀 亲爱的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我的视频帝你有帮助的话 就伸出您发生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把芳茄给它炒至出沙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盐 加入了食盐能快速把西红柿中的沙给它炒出来 开蒸小火慢慢的炒 大概炒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一点芳茄酱 加入芳茄酱这样炒出来的西红柿 炒蛋的酸味会更加的浓郁 而且也会更加的香 炒出香味以后再把鸡蛋也倒进来 然后我们再给它翻炒均匀 我们也可以在锅中淋入一勺清水 淋入一勺清水这样汤汁会更加的浓郁 到时候拌放汁会更加的香 接下来我们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盐 一小勺鸡精 一勺白糖提鲜 加入少半勺生抽酱油 从锅边淋入 加入了生抽能够提鲜 而且香味也更加的浓郁 我们再一次给它放拌均匀 并且把调料给它放拌化开 再淋入一勺玉米淀粉 够够薄薄的芡汁 可以把汤汁酥冷 酥紧 汤汁酥冷以后 拌饭吃起来会更香 也会更加的好吃 在出锅前再撒上一把葱花 再用勺子给它翻拌均匀 稍微的翻动几下就差不多光火出锅了 把它装进大碗中 美味集成 一个非常好吃的西红柿炒蛋 就这样做好了 这个做法真的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这样做的西红柿炒蛋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一看都有食欲 我们这样做的西红柿炒蛋 它的香味特别的浓 而且汁水也特别的多 我们还勾了切 用它来拌米饭吃 保证你能够多吃十碗大米饭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